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休斯頓論壇 那麼今天我們來談一談 這個民進黨在經過了一陣 心風血雨之後 終於蔡英文果然一如所料的 打趴了賴清德 贏得了初選 我們今天就特別的邀請到了 在美南地區 我們民進黨的黨部委員 主委 之前前黨部主委 以及在去年底 成立了福爾摩沙共和會 也就是福和會的創辦人 我們李錫州李委員 今天到我們現場來 等一下跟大家來講一講 這整個民進黨裡頭的這種 心風血雨的情況 李委員很久沒到我們節目了 歡迎你來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當我們兩位好夥伴 李堅強以及馬劍 那在我們進入話題之前 我想先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的節目 有很多網友給我們留言 說希望 因為在2020 不管是在美國也好 台灣也好 都有重要大選 希望能夠有集數 節目的集數能夠增加 那目前我們的節目是 每兩個星期 隔週的星期四 有一集 那如果一個月裡頭 有三個星期四的話 我們也只做兩集 所以一年是52集 那這52集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 能夠增加這個節目的次數 不過實際上是真的有實質的困難 我在這裡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們在這裡都不是專業的名嘴 在美國的喬社沒有名嘴這樣子的職業 我們所有的來賓 包括我個人在內 平常都有很忙的事業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這個李堅強教授 剛剛才到 其實他現在即使是在暑假期間 也經常要這個監客要上課 所以能夠抽個時間出來上節目也是很不容易 而且李堅強教授他本身呢 又是身兼了這個國際動物保育組織 動保組織的重要職位 所以幾乎每年都會到中國大陸去跑好幾趟 那麼去提倡所謂的這個動保意識 那麼在中國大陸裡頭提升這種 對於動物保護的意識以及這個公民組織 公民社會的一個建立 所以他經常奔波 那我們今天很久沒來的我們李錫州委員也是一樣 雖然他這個生意非常成功 但是退休之後這些年來 我看都是在忙著這個教會長老的工作 四處奔波傳福音 全世界跑 非常難得能夠找得到你 那馬健說老實話馬健是一位財務顧問 是一天到晚在出差 很多人以為他出差是出去到處遊山玩水 其實不是啦 這個工作實在是非常的繁忙 那這個繁忙程度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因為在美國說實在真的是居大不易 那我個人呢是標準的996 最近在大陸很流行這個996工作制 為了這個工作制 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一週工作6天 我可能沒有這麼誇張 但至少我也是966 早上9點到晚上6點一個禮拜工作6天 有時候是967 有時候禮拜天還要加班 所以是非常的 就是說大家湊在一起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當然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把節目的集數能夠增加 但是確實有實質的困難 另外一點呢 我剛剛特別強調 我們從來不定位我們自己是名嘴 因為我們並沒有名嘴那種蛇燦蓮花的功力 我們沒有名嘴的蛇燦蓮花功力 更重要的名嘴有一種本領我們是沒有的 也就是名嘴能夠在這個潛移默化當中 不知不覺當中去改變他的立場去帶他的風向 這點本領我們現在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單純的表達我們在海外僑界 對於這個家鄉事務對於我們所在美國事務的一種關心 我們真實的呈現出來給大家 所以當然也歡迎大家能夠留言 我們的各個人的立場都不同 也許你不盡同意 但是我們提供給大家不同的視角 也讓大家知道說在我們僑界其實有這麼多的華人 但是對於這個家鄉的事務也好 美國事務也好 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我們這樣子的組合 比如說像這個李堅強是從國內來的這個學者 那當然他來美國已經都30多年很久的時間 那馬健是從小在外國長大的 很小就已經出國了 但是你看他的這個中文 雖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他中文有些地方這個表達上都好像沒有那麼精準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馬健的英文水平是美國的ESPN電台主播的這種水平 所以他的英文比中文要可能好上100倍 但是他對於這個家鄉的事務照樣有這一股熱情 這一股熱血 所以這個組合我可以跟大家講 可能在台灣的所有政務裡頭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很真誠的很誠實的表達出我們的意見 我們也不想像名嘴一樣去帶風向 或者是去造成一些這個大家的這種這種增加這種社會的混亂 我們只是很誠實的表達我們自己的看法 當然在未來如果有需要的話 如果我們幾位的時間都允許的話 我們也可以考慮增加這個極速來把我們的意見表達出來跟大家來分享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之前在節目上就已經講過了 這個兩黨的初選 民進黨的初選像是這個黑幫瀉鬥 這個砍砍殺殺 刀刀劍骨 那國民黨的初選看起來像宮廷內鬥 這個韓國瑜 大將軍出征 這個開疆拓土 但是最後的功高正舉看來 宮廷裡頭有人不爽就開始有了宮廷內鬥 但是宮廷內鬥是歹戲脫膨 不過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民進黨的這個初選終於結束了 蔡英文也一如社會大眾大家的預料 他出現 當然這個民調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五家民調做起來像一家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簡單的說這個民調出來 五家民調公司出來的這個民調比例 都是蔡英文是對於對比韓國瑜跟柯文哲 他都有35 36左右的百分比的支持度 那賴清德呢對比韓國瑜跟柯文哲呢 他是27的這個百分比的這個支持度 所以蔡英文以大概8%的這種領先程度 成為這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頭講過 我認為這個用民調來決定一個候選人 這可能是台灣最荒謬的一個初選制度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民調他可以撤出你的意向 但是他不能撤出你真正的投票的數目 因為民調簡單的說你在民調的時候 你可以口是心非你可以只說不做 但是投票的時候你有三個票軌 你只能夠投一個人 所以為什麼常常很多人說 民調是只是做參考而已 可是現在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或者是國民黨也好 都用這樣子的一個民調的方式 來決定一個擔任國家的領導人 這麼重要職位的一個依據 那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情況 我想先請一下我們這個李錫舟 李委員你跟我們說一下 你對於這一次的結果 這個蔡英文出現結果 你有什麼樣子的評論 對 剛才主持人說這個民調呢 這個不能夠代表說能夠真的選擇 這個真正適合的這個候選人 這是我承認但是沒有比民調更適合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民進黨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國民黨遇到的問題 我說唯一可以能夠解決這一個方式的 就是仿效美國的方式 美國就是用公辦的初選 然後在同一天然後真的去投票 這樣就沒有說 因為民調通常都是取樣 都是抽樣 那這個抽樣 你同一張投票的時候 你只能投這一邊或投那一邊 也不會有這種策略性的投票 對 也不會說 你這三天我們知道民進黨在投票 那我國民黨就故意投給 投落的 這個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是共和黨的你就去投共和黨 但是李委員你也要知道就是說 美國這種初選搞一年 你這個 當然美國很大 50週這樣搞起來的話 勞民傷財是真的 但是我想這個也是民主的成本 民主的成本 對 所以那現在就是說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台灣還是有這樣的民調 但你現在要談什麼 要談民進黨 對啊 當然是民進黨 民進黨民調已經 初選已經結束了 對 我就問你一下 這個民調出來大家認為說 對於他的這個公信力 是有很大的存疑 最大的一個質疑者 就是前總統陳水扁 陳水扁說他打死也不相信 這個民調的結果 那我有朋友就跟我講說 陳水扁的話能信嗎 那我回他說 陳水扁的話 從他這個兩顆子彈之後 我就不再相信陳水扁的任何話 可是這一點我相信他 因為陳水扁是作弊中的高手 我們看他兩顆子彈到這個 到這個海外的這個洗錢 到這個海角七役下來 他是作弊高手 一個作弊高手講作弊的事情 我相信他講的是行內話 我想這個 習州委員 你跟大家說一下 你認為這個民調到底可不可行 這個是這樣 民調這個 剛開始初選的時候 那個 就3月48號嘛 那個 萊欣德他突然跑出來要選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在這個 只有幾個人知道他馬上 這個出來以後呢 就是大家有一點 那個蔡英文這邊有一點方丈嘛 說怎麼會跑這樣 說他夜襲 說他突襲什麼的 所以你說賴欣德出來參選 他甚至於連自己派系裡頭 都沒有商量好 大概是依照他講是前一天晚上 或者是前一天才跟陳菊 跟這個蘇貞昌有講 可是後來看起來陳菊也並不挺他 陳菊是不挺他 因為他這個 他在蔡英文身邊 他不能夠挺他 但是陳菊底下的一些人 是有支持他 譬如說劉思芳 或者是還有一些新潮流的 他們有七八個人 他們都有到這個 去跟這個賴欣德見面 而且在電視上他們也覺得說 這個賴欣德他出來 一個人出來拚這個初選 有一點悲壯 這個電視上都有這樣說明 但是因為 因為你整個黨沒有支持你 變成你一個人在跟一個黨在拚 那我覺得這個賴欣德 他這個精神是很可嘉 他從頭到尾 他就是講說 他要打一場這個典範級的初選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民意是站在賴欣德這一邊的 那個時候 在3月4月那個時候就在那邊 實際上他在之前他大部分的民調 他都是在 都是比較高的 都是比較高 而且如果再追溯到 2016年的大選 那個時候2015年 你知道是蔡英文當這個黨主席 對 那個時候其實黨內 或者是綠營 就很多人希望能夠賴欣德出來代表民進黨出來選 因為2012小英已經輸一次了 所以這一次他們是希望賴欣德出來選 但是小英因為他當這個黨主席 他把這個初選的時間提早了 提早 而且那個時候小英的聲勢也是很好 因為2014自從太陽發以後 九合一之後 國民黨大敗 對 他的聲望就已經很高 所以賴欣德在那個時候 雖然很多人也支持他 但是他因為準備沒有重分 所以蔡英文改初選規則也不是第一次 是不是 他2016改一次把他提前 這一次把他延後 反正就是要找到最好的時機 他的民調能夠最高 對 那個時候他後來 蔡清德並沒有出來 那個時候他是認為說成功不必再往 反正那個時候蔡英文出來一定會贏 所以他就沒有出來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出來 因為他看到這個 去年11月24號以後 真的很多民進黨或者是綠營的人 大家都不看好 都覺得說很危險 說你這樣下去一定輸得很慘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人有這種聲音 但是賴清德遇到什麼 就是遇到那個初選 不是初選 補選 補選 316有一個補選 台南立委的補選 還有台北也有 三重 對 三重 台南 補選的話呢 也是補選的非常會 非常驚險 那他就意識到說 因為這個台南是以前 他當市長的時候是非常簡單的 尤其是 在他去補選的那個區 是麻豆區 那個是我的故鄉 我那個故鄉是綠營的 所以你跟吳淑貞是同一個故鄉 對 同一個故鄉 我們那個是綠營的大票倉 是 那個每一次 而且我相信他看到就是說 高雄都兵敗如山島的時候 那個危機感更重 高雄兵敗如山島那個是11月24號 對 那個時候 就已經大家已經 怎麼會 韓國瑜會這麼高票 比那個陳其邁高出那麼多 就大家就緊張了 但是在補選的時候 他又意識到 這個寒流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 他說 那個韓國瑜來三次嘛 來那個 踢協龍街駐政 踢協龍街駐政 他說這個真的是 差一點就輸掉 他說怎麼會 這個以前我在的地區 就是他當市長那個 現在變成這樣 他去當了行政院長一年多 然後回到故鄉來 他在那個初選 補選那個時候 他每一天都去蔡市長 拜票 很多人不理他 是 很多人他感受到 他沒有那種熱情 所以那個態度 180度轉變 對 他就覺得說 那如果 因為很多人就跟他講 他說 他們對蔡英文很不滿 他知道 他在底層走一走他就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 就鼓勵他出來選 他是這個動機 後來他就 在316 316是禮拜六嘛 然後禮拜一是318嘛 318他就跑去 就登記了 而且那個 卓龍太主席 他出來競選的時候 他就講 他說沒有現任優先這個事情 這是他的證件 沒有現任優先 第二點就是說 他一定要辦一個公平 公開 公正的初選 而且已經 這個初選的辦法 都已經公佈了 已經經過中資會通過了 所以這個賴清德認為說 那這個我就要出來 跟小英比一比看 我就是 我不是把你當對手 我是把你當這個大家來比武看看誰的技術比較好 或者是你的能力比較強 就代表我們黨 那或許賴清德方面是這樣想 可是對於蔡英文來說 她不這樣想 對 她等於是 因為她又是黨主席又是總統 那等於是否定了她整個這一任的政績是完全被否定掉 而且是被自己人給否定掉 那她這個面子是掛不下去 對 但是這個是心態的問題 如果是 如果是我的看法 因為小英 就是小英總統 在2012年 她曾經在金周刊 她講過一句話 她說 那個是2012的時候 她就講了 她說 2016是一個改革的年代 她很多事情要改革 對 所以如果要想當2016的總統 就要有那種 只有當一任 當一屆的準備 她是這樣想 其實她也真的做很多改革 因為改革會引起很多反彈 對 她是這樣講 當然 但是她全力抓到以後 她就放不了 鬆不了手 但是我是認為說 她不是因為改革才失去民心 她是因為改革的方向不對 而且方法也不對 是 才會失去民心 是 很多事情 不需要搞得說兩邊對立 那你委員 我請教你 不需要 我請教你 你對於這樣子的民調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很驚訝 或者是說 你覺得也是意料中事 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不管韓國瑜或柯文哲 蔡英文贏韓國瑜多少 柯文哲多少 因為這個畢竟是民進黨的初選 所以你在做民調的時候 很可能民眾她的焦點 是在蔡英文跟賴清德身上 對 那但是呢 你對於這樣的民調 就是說蔡英文贏賴清德 這麼多這樣的結果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這樣 那個一路走來 在初選的時候 我就聽到很多聲音 就是說 小英要一直把時間拖長 她也沒有說要拖多久 她一直拖 那就是要等到說 她的民調 最好的時間 最好的時候她才會 她才會說 那又碰到香港 怎麼反衝中之間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她還要有幾點這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要用手機 有50%要用手機 這個是本來不是這樣 本來遊戲規則沒有手機的 那有人就會認為說 而且手機過去沒有這種經驗 沒有這種經驗 所以你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驗證說她的公平性 但是有人不懂這個 她說手機是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手機 很多人她沒有這個 她家裡沒有裝電話 但是你知道過去十幾年來 民進黨都用只有室內的民調 是很準的 因為他們有家權 你知道嗎 譬如說 根據人口 根據他抽樣的數 對 因為就算年輕人 他比較不願意 不會接到電話 他就給他家權 給他家權 所以家權這樣起來的話 跟實際上的選舉出來的 是很接近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硬要把它改過來 那改過來 這個沒有經過實驗 你也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真的跟真的選舉 是不是能夠反映 沒有人知道 但是小英他們的人 我想他們都有去試驗過了 他可能覺得這樣對他有利 他覺得任何一個 你在參選的時候 你會提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對自己有利 第二點 這個還有那個 他說本來是這樣 本來的規則是說 如果國民黨的人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用國民黨的比較 那如果沒有出現 那我們就找一個比較強的 兩個 我們要兩個人同意 要你同意 我也同意 我們跟韓國瑜比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就跟他比 這個是這樣 但假如說兩個都不同意 或者其中有一個不同意 那就要兩個互比 規則是這樣寫的 但是現在 在6月22號的時候 那個賴清德是說 他有跳出來講 他說 我們來跟韓國瑜比 假如 假如我贏 我贏韓國瑜 但是沒贏那麼多的話 不是 或者贏 韓國瑜贏小英 那就選我 其他的條件 不管怎麼樣 我都沒有 他這個等於說已經 已經讓很多了 是 但是 只有一種情況我能夠當而已 其他的情況 就是說 我即使贏你 但是我們兩個都贏 還是你來當 或者 我們兩個都輸 但是 我輸的比較多 你輸的比較少 或 不是 你輸的比較多 還是你來選 他是這樣 因為你是現任 所以我讓你 他已經有這樣的禮貌 讓你了 但是他們不要 他們說 這也是另外一個 這也是另外一個民調 他們說 一定要把柯文哲拿進來 是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 柯文哲他根本沒有說他要選 是啊 第一點 這第一點 韓國瑜現在也不是政治參選人 這都是假想敵 假想敵 第二點 據我的了解 假如賴清德出現 這個 柯P 很可能不會選 一樣的道理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談 一樣的 我也認為說 如果今天是韓國瑜出來的話 在韓國瑜跟民進黨之間 強力的拉扯之間 我想柯文哲也可能不會選 所以你今天這個民調 基本上 他是一個找假想敵出來 來做的民調 到底他的 他的可信度到什麼地方 因為柯P 你雖然看他 有時候講話 電三島是亂講 但是他其實他腦筋很多 他有講過他說 他如果要出來選 他會認為說 社會我需要我這樣選嗎 要出師有名 要出師有名 如果說出來攪局的 他就不要了 是 沒有必要嘛 因為那個 而且他也沒有政黨 他也沒有政黨 沒有政黨 但是這是他的造門 但是也是他的靈活性所在 他的靈活性 對 然後我聽聽看這個 堅強兄你怎麼看 我就是說這種 這種 賴心得在台灣社會 尤其是對於綠營支持者來說 他的形象 是在過去很多民調 都是比蔡英文要好的 但這次出來是一個大翻轉 那但是呢 您對於這種就是說 現任總統 這個黨內的同志 來對他挑戰 的這種情況 是不是就削弱了 他出來參選的這種 正當性問題 一般是這樣子的 一般來說 現任總統 要謀求連任的話 黨內 它本身有一個 intimidation 這個一個效果在裡面 你黨內不要挑戰我 因為黨內也是不希望 一般來說 黨內是不希望有挑戰者的 因為這個 他第一任 那個做了的話 他還有一個momentum 要繼續下去 他有些政策 要繼續執行下去 其實像比如說 像那個蔡英文吧 第一任期間 其實他真是沒有做很多 重大的東西 雖然說 當然說我可能要 做些重大的改革 可能會引起那個不滿 我就準備下台 其實他第一任 還是比較謹慎 所以呢說 這個黨內 我個人的觀察 黨內 民進黨黨內 還是希望他 繼續驚險 繼續連任 這樣的話 他可以把真正的東西 再拿出來 在第二任的時候 所以說像那個賴清德 那挑戰他的話呢 一開始的民意 可能不見得是很準確的 我們講的民意 有的時候是不準確的 可能說當時的民意 有個人 哎呀 蔡英文很瘦 賴清德很瘦歡迎 可能那時候 民意可能不見得很準確 也許只是一種 繁體制的情緒而已 對 那這個馬健 你怎麼看這個 民進黨的這種初選 因為馬上 在一個星期 國民黨就要開始 而且他基本上 他用的是差不多的方法 對 差不多的方法 這種民調 到底能不能信 陳水扁說 阿扁說 打死他都不相信 我們什麼時候變成 同意這個 陳水扁這個 講的話呢 這個什麼時代 什麼風水 因為他是作弊高手 所以他講作弊 特點內行嘛 不是 我跟你講 我現在很 你說繁體制 很基本上就是 這個 這個 蔡英文 剛剛我們另外講 蔡英文這個上任之後 他做了很多事情 是違反了民意對不對 雖然他要改革 但是你也不能說 他沒有做事情 不管你同病 他所做的事情 他是有做的事情 但是他是反彈很兇 像這個年金改革 對不對 然後這個軍公教 這個福利啊這些 這是影響到這個民生問題的 不管他對他的這個測試 對他來說 這是不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 很難看的 那說實話 現在的民進黨 達到權力這麼多年 其實現在的民進黨 就是當年的國民黨 權貴嘛 密失形象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 韓國瑜他們都是等於 比較算是繁體制 像賴清德你說 他的這個形象很好 你在做台南市場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 可以這個形象很好 韓國瑜其實做市場的時候 應該有馬英九 陳水平做市場的時候 形象都很好 當你做了總統以後 馬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賴清德我覺得很厚 像你剛剛講 我並不了解 賴清德已經提出了很多的 這個讓步 而且至少他的這個 已經讓到牆角了 對 所以很難看到 但是我就很 我就不懂 就是說面對了 假想敵 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韓國瑜也好 民進黨現在這樣做 不是砸自己 拿牆頭砸自己 他們最後不會是 因為民進黨 是很會選舉的真的 最後怎麼會有 大團結出來 要攏固這個政權 反而做得那麼難看 你說這個郭 這個郭台銘的棄手是很難看 之前其實當時也覺得說 賴清德很容易在罵他說 他的棄手是很難看 對不對 他當初參選 然後蔡英文不知道 黨中央不知道 其實最終最難看的棄手 其實是蔡英文 他這種打壓爪 是違反民旨制度的 對不對 開規則 對 你自己思想 這是每天提倡的說 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維護人權 一定要這個公開公平 要謙卑再謙卑 他所做的事情 是完全謙卑的相反 一點都不謙卑 我想一個政府沒有辦法跟人民溝通 這是很大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講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習州委員 你認為這個初選結束以後 因為民進黨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不管你初選再怎麼樣子的打打殺殺 最終都還是會過於團結 對 但是你這一次的結果之後 你認為蔡英文跟賴清德之間的關係 有辦法修補嗎 那麼很多人期望的這種 尤其是綠營支持者期望的 蔡賴佩還有希望嗎 那個賴清德他始終 他就從開始初選的時候他就講 他說第一在初選的時候 他希望能夠做一個高格調的 典範級的初選 希望只是把他的證件提出來 把他的能力秀出來 他不希望傷害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而且他又講 他說假如在這個公平公正的 這個初選以後 假如是他輸了 他一定支持蔡總統 全力支持 但是蔡總統從來不講這句話說 如果他輸的話 他即使在那個證件發表會上 他也不講 直接問他他都不講 他就不講 這個是他一個很大的敗筆 我覺得這個人 你不能看他成敗 有失高度 對 他不厚道 而且你是總統的人 你起碼這句話講出來 即使他到最後他已經知道說他會贏了 那講這樣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這個是他失分的地方 就是說即使他贏了民調 也沒有贏到民進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這就是回到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 另外他們講說 你這個賴清德出來這個初選 這個民進黨會分裂 綠營會分裂 我跟你講 這個分裂不是初選時候開始的 這個是小英座還不到英年的時候 營綠營就開始分裂 因為很多事情 人家跟他講他不聽 他不聽 那個時候就開始分裂 結果就是一一二次民進黨的大半 這個基本上已經驗證了說你的失敗 結果他又把這個失敗說我們共同來承擔 當然 賴清德說好 我們共同承擔可以 做決定的時候不跟人家商量 出錯了大家丹 但是你知道很多錯誤是因為 第一他剛上任的時候就做錯了 他到後來沒有辦法受刪 才找賴清德來 來這個 等於說來 找行政院長 對 賴清德那個時候有跟我 因為那個時候賴清德的聲望 是最高的時候 最高 而且賴清德有跟我講過一句 我說你要不要去當行政院長 那個時候就是在2017年的7月 我在市政府有跟他談過這個話 是 台南市政府 對 台南市政府 他問我的意見 我說這個假如我是 是考慮你個人的話 我就不會去當行政院長 因為為什麼 行政院長你去的時候 變成了有責無權 對 對不對 有責無權 到時候出錯了都是你的責任 可是沒有權 你不能去 很多會說 總統的爛攤子都是你在扛 但是他又跟我講一句話 但是他說他是一個醫生 假如說 看到已經有病了 已經有病了 你不去幫他的話 等到死掉了我再去就來不及了 所以賴清德有他使命感 對 他有使命感 所以他是去當行政院長 那你認為說蔡賴配還有希望嗎 蔡賴配我是覺得說 現在大家在看這個事情 都是要看這個 這個什麼誰跟誰配 我的看法是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說 小英如果要贏得民心的話 這很簡單 還有一年 還有不到一年 但是很長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做 做很多事情 人家就自然看得出來 譬如說這個司法改革 這個是全民有共識 我們知道台灣的司法沒有獨立 你是學法律的 你在這一年內你趕快改革 你一改革人家就看得出來了 但是沒有 不要去講什麼配什麼配 很多事情在民眾很抱怨的地方 你就趕快改就好 但是話雖這樣說 但是一旦他成為了這個總統的 但是你如果有改 那麼那個 散待親者去當副手 那就有道理 如果不改 你去當他的副手 那萬一輸掉的話 打自己的嘴巴 對吧 你不需要這樣 不過雖然是這樣子 要爭取這個副手的人還是很多啊 我們看到最明顯的就是蘇貞昌 那你不然蘇貞昌現在當行政院長 他為什麼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來 再卡韓國瑜 說老實話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我們 就是說 拋開這種政黨意識形態 你今天韓國瑜 跑到行政院會去 你蘇貞昌一個行政院長 你給人家拍一個照片 拍一個影片出來放 而且是 就是斷章取義的放 我告訴你這種做法真的很下流啊 不是我想請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今天蘇貞昌是上一次1124參選 這個選舉裡頭 輸最多的一個 輸最多的一個 那你今天做了這麼大的官 做了行政院長 而實際上你今天高雄市 雖然他是一個民選的市長 可是在體制上來說 他叫院匣市 他是行政院管匣的 變成部署 變成下屬 那這是不是就凸顯出來 其實台灣 以前我在台灣我就覺得 其實台灣即使他民主化這麼久 他基本上還是一個非常中央集權的一個體制 還是一個非常中央集權的體制 而且就像李委員剛才講的 你今天行政院長 跟總統之間 到底這個分際在什麼地方 完全搞不清楚 這個是我們的弱點 對 那你今天到了這種中央集權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 你輸越多 官座越大的一個行政院長 他能夠去羞辱一個 有民意基礎的民選市長 那這是不是凸顯了這種 台灣的這種 體制的一種荒謬之處 我覺得 我不曉得有這個羞辱這個事情 我不覺得 這兩天 這兩天正好 但是這個 我在網路上看很多是假消息 比如說他們說 我沒有這個高雄市有經費什麼 我有看到 不過我現在不是講 那個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說 整個行政院會 在過去的這個傳統之下 是不會對外公開以前的 但是蘇貞昌特別 就把這個鏡頭給拍出來 拍出來以後 正好就把這個韓國瑜的部分 他在那邊看公文 好像在打瞌睡一樣 等於說是一個 醜化他的一個小片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在 我跟你在講 這個民進黨能夠贏得政權 是從在野黨 是以西方式的 美國式的選舉文化 培養出來的 對民進黨來說 這並不是錯誤的做法 你要整黨 一起來打對手 才能贏得政權嘛 對不對 你想看我們現在講 我們不要講國民黨民進黨 那你不能夠說自己 但是你想過 我們現在是爭議的是說 這個執政黨做的不好 我們去講執政黨 對不對 不管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做 我們在提議說 國民黨 執政黨做的不好 我們去議論 但是如果現在是民進黨上台的話 那你只要執責他 那就是你是賣台 抹紅 你親中 對不對 然後你是支持國民黨 很多選民並不是支持國民黨 只是反映出來 馬上馬上就被排擠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大家 像很多國民黨在罵馬一九 當年執政的時候 沒有把籠固 對不對 沒有去為了選舉 然後做的什麼都監量 如果馬一九那個時候做的是 現在 當時的行政院長 換了幾個 如果那個時候行政院長 做現在的事情 馬上立法院就會炮聲龍龍 馬上要叫下台 對不對 要不然馬上叫執政黨 馬一九要 要鞠躬 要道歉 國民黨的官僚 他做不了這種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問題在這裡 這就是台灣的民主選舉文化 培養出來的問題 你這樣做 你一定要這麼做 你說你快輸真昌嗎 知道你說的 怎麼很不要臉 你輸這麼多 還有一點出來 如果你是國民黨的 你輸這麼多 他會讓你出來做 你輸這麼多沒有關係啊 但是你今天做了行政院長 你竟然還用這種小動作 你去撿人家一段影片出來 放在網上去 你要去羞辱他 現在國民黨也在整韓國瑜 大家都在整韓國瑜 所以最終老實在就是柯文哲 他拿著爆米花看戲 然後你們互相彩照自己出來 這個我覺得你不能怪樹真昌 對啊 因為你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全部都有錄影 你要知道 但是他是不對外公開的 行政院會從來不對外公開 他私自放出來 他今天私自 而且他不是全部公開 他是用剪接的方式 那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這種人品 就讓人家看不起 那你蘇貞昌想要爭取副總統副首之位 沒有嘛 他沒有說要爭取副總統 這個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蘇貞昌太愛做官了 真的是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政績呢 好 我們現在再來講政績 他做了什麼事 蔡英文在最近 我們先不要講說過去的 我們就看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通過了這個同婚 同婚法 他中選會的主委 找了一個黨籍的主委 馬上要來的大法官提名 可以預見的絕對是支持 綠營多的這種 偏綠營的這種大法官 再來這個 斷播 獨派的這個節目被斷播 大家 雖然我不太同意這些獨派的節目的一些言論 但是民主不可以這樣子 但是呢 我也覺得說這種斷播 即使是在集權時代都很少會發生事情 還有這兩天發生的公投跟大選脫鉤 很多人說這個公投將來根本就做不了了 就公投篩毀鳥容 那蔡英文這一切的舉措 就像我剛才講 公投跟大選脫鉤是怎麼樣 就是不是在大選的時候 就對 就將來就是分開來這個舉辦 不會有人去投票 那分開來舉辦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的這個經費要重新再變 第二個呢 因為你沒有民意代表的選舉的話 你基本上他那個聲勢照不起來 很難通過 甚至於投票率就會非常的低 但是你蔡英文能夠在這個時候做這麼多的這些舉措 基本上一定是他認為這對於他選舉是有幫助的 那這一點 習州委員你怎麼看 你覺得 比如說像同婚法 我知道您是這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而且你成立了這個符合會 他的宗旨就是一個 一個右派的保守的思維來治國 那這個同婚法 雖然蔡英文在媒體上搞個轟轟烈烈的 好像而且在國際間受到了廣大的這種支持跟這種戰勝 但是在民間 我知道以台灣的這種保守的這種 其實大部分的保守心態 反彈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其實是這樣 蔡英文 蔡英文這種選舉的大佈局 你覺得這個大佈局對他是有幫助嗎 像這個同婚的問題 其實是他上台以後就開始在做了 上台就是 2016年的5月20號 他上台以後就馬上進行這個同婚的事情 那這個同婚問題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 這個你不管什麼議題 你都要取得社會的共識 對 就是你知道有正反兩方 你要取得共識 那其實台灣是有共識的 不是沒有共識 同婚不是沒有共識 同婚台灣是可以說 讓這個有同性傾向的人 他們住在一起 然後他們可以有法律上給他們保障 給他們 這個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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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問題 遺產問題 或者是什麼基層 這個都OK的 都是很先進的 台灣是所有人 最先進最把握的 我們不會歧視同婚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要去制定這個法律 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要考慮到很多層面 這個要考慮到什麼 美國五十週炒了幾十年 也沒有幾週解決 不是 我們的法務部 他們早就有一群人 一組人 專門在制定這個 他們是要參考世界各國的法律規定 還有參考台灣過去的歷史 還有參考目前台灣的接受度怎麼樣 都要去做這些 你要修改這些條文的話 要怎麼樣去學 都有一些法律的專人在做 那本來是如果照正常的 正常的這個作業 應該就是把你經過好幾個月 或者甚至好幾年 這些法務部的專業人員 所弄出來的那些版本 拿到行政院 大家再來討論 然後怎麼樣呢 那就拿到民進黨黨團 給這些立法委員 說你拿回去你們選區 去問問看如果這樣改的話 選民怎麼樣 然後再來反應 反應到我們的黨部來 這是一個共同的過程 這個是共同過程 然後黨團如果說OK 我們來做 那就是我們民進黨的這個法案 我們就共同來推 他不是用這樣 他不是用這樣 對 這是一方面 但是可以說台灣這個社會 在整個對待這個同性戀 婚姻這個問題上 已經不強烈反對了 沒有反對 就是並不說 majority這個人 還並不是說支持不是的 但只要你majority不反對 就到了這個時間點就可以立法了 對 所以這個方面可以說對於 蔡英文說他是撿了個大西瓜 正好這個台灣社會 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 所以他精神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這樣 政府推不過來 沒有沒有 他如果是跟人家溝通好 然後再退了OK 他沒有過多好 他沒有過多好 他是知道黨團不會通過的 黨團不會通過的 那他就 他就叫那個 因為黨團有很多都是 地方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嗎 他們不會通過 過不去嗎 所以就請這個 游美女 游美女是部分區的立委 他單獨提出來 請一些部分區的立委 跟他討論 部分區只能聽黨的指示 對 然後由總統府就直接 就命令他要怎麼樣 而且他 他改出來的那個是版本 是很粗糙 他就是直接修民法 直接把民法 這個就改變了婚姻的定義 你知道嗎 改變婚姻的定義 教會是不能接受的 是 教會反彈非常大 但是如果黨團的不支持的話 不支持是一方面問題 哪怕他支持 如果社會那個接受度 還沒到的話 也成不了 你知道黨團為什麼不會去 因為他們都是立法委員 他們黨團為什麼不會去 他地方要選票 他要選票 他如果去投OK的話 他可能回去下一次就沒有當選 所以他們有那個選民的壓力 為什麼要黨團來討論 可是問題最後的結果還是通過 沒有 後來是這樣 現在通過是專法 專法 那專法呢 裡面它有很多改很多 就是說 這個 把那個婚姻改做共同生活 有一些文字上的改變 那你如果要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早一點就這樣做就好了 為什麼要繞一大圈 結果找著兩邊 搞得變對立 對立 變成我被貼一貼一貼 你是挺懂你是反動 兩邊在那邊 這個是造成社會的衝突 因為你說撕裂嘛 撕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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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執政手段的問題 對嘛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問題 但這個同學那種 你如果說在美國國會去投票的話 肯定過不去 也是過不去的 過不去 因為共和黨戰鬥了 它是過不去 但是是因為從高法做的那個決定 高等法院 美國是終身 那個法官是終身子 對 他不管你誰做總統 台灣那個有任期的 對 有政治壓力 有政治壓力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 我下一次我就不提名你 所以要司法改革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所以看起來 看起來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運氣還是蠻好的 他在這一期 他又能夠提名很多的監委 又能夠提名大法官 全部都給他碰上了 所以說他在他的執政的很多障礙當中 然後又看到美國現在對於這個 台灣的這種支持在川普的執政之下 好像又表面上看起來又加強了很多 所以看起來蔡英文的運氣不錯 運氣不錯 我覺得那個初選最後會贏比較多一點 是因為香港也有關係 是 反送中的 反送中 那個時間點剛剛好 這禮物掉到他手上了 因為這個 因為你知道那個9號是反送中 一百多萬人走出來 走出來這個事情影響到台灣人的心理 剛好10、11、12 就是在民進黨初選 那你這個報紙都是 頭條 頭條 這個你在選的時候 當然蔡英文就比較有力 我覺得是有這個很有關係 當然現在的媒體效果好像勝過一切 很多人 很多人基本上根本是 不管說這個 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他看得 很多假新聞 不管是假新聞 就算真新聞也好 你只要是強力的曝光 你的知名度自然就提高 所以現在在選總統好像是在選明星一樣 你這個明星的曝光度高 就是選明星的 所以媒體太強 你就高 所以你剛說蔡英文政府沒有跟人民溝通 從這個同婚到這個 反正就是沒有溝通 說到這個跟香港一樣 你沒有跟人民溝通 最後就會有反送中 反送中跟這個反服貌當年是很像的 問題是兩邊 對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uncertainty 你比如說你那個誰 賴清德上來 他有很多的uncertainty在裡面 但是蔡英文做了這四年 有些東西也可以看得出來 對 起碼他有些過激的東西 他可能不會去做 對 但是台灣人想得到一些東西 他的確也得到了 比如說旅行法 前段時間 所以說選明可能是對 我要對比較有把握的事情 我來做一個 那個表達我的意義 不會製造麻煩就對了 是 那李偉我問你 接下來就是國民黨的初選 國民黨初選 目前當然人氣最高的是韓國瑜 不過我們也看到韓國瑜 從到美國 在聲勢最高的時候 郭台銘出來參選之後 整個國民黨裡頭就 變成了一陣混亂 那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韓國瑜的聲望有在下滑 而郭台銘實際上他並沒有提升 那更重要的一點是 好不容易在11月24號所建立起來的 當時大家的一個氣氛是討厭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 而且討厭國民黨 當時國民黨認為 有讓國民黨變成不討厭的那個機會 因為整個1124的這種聲勢 可是現在到了這個國民黨內部的這個兩強之爭之後發現 可能老百姓就像李委員講的 會發現就是討厭民進黨跟討厭國民黨的心情又起來了 最終可能得利的就是柯文哲 我就講了 柯文哲就在撿這兩邊 因為你剛剛有講過這個 你說民進黨初選殺的刀刀劍骨 那國民黨好像宮廷戲一樣 就是這樣 因為都是命 大江軍最後功高震主 就被召回甚至於發佩邊疆 這個中國歷史上發現太多了 現在搞得變成兩邊都不會高興 我跟你講 那個韓國瑜 他認為我是名義最大的 大家呼聲最高 你不來徵召我 你本來說要徵召我 現在變成 所以又搞一個郭台銘出來 那郭台銘現在也不高興 現在也不高興 他說你 他說你講好的要給我 我講好的要給我 現在什麼 4500萬我借黨部 你發了一個獎狀給我 這獎狀給我 但是也沒有來幫我忙 這等於說讓我韓國瑜在打我 所以他也不高興 兩個都不高興 不過這個我有預見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講國民黨裡頭 網內互打 我是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覺得現在只有韓國瑜被打 OK 只有韓國瑜被打 沒有什麼網內互打 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你今天韓國瑜在這個 我們以前節目講過 就是說這個當然是我的看法 可能馬健也會同意 就是說在你韓國瑜身勢最高的時候 你郭台銘出來 而且是針對性的出來參選 所以會造成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最重要一點 我再次強調 我們那個節目當中 從來不認為郭台銘沒有治國能力 這個當然大家可以公平 但是呢 我們不認為他沒有治國能力 但是我們認為他的起手事是有問題的 而且最近的演變大家看到 郭台銘今天來參選總統一個國家這麼大的職位 結果他把自己個人恩怨跟蔡衍明跟忠實集團的這個個人恩怨帶進來 首富二富的這種個人恩怨 你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的私人恩怨 關就這一點我覺得 我看國民黨自己都應該要味覺的說 就像李偉人講 你剛才發給那個獎狀 我告訴你那個獎狀 真的應該要趕快收回來 馬健你怎麼看 我只能 這是很噁心 我每次看的都很噁心 看這個宮廷戲 是 蘇貞昌噁心 這個郭台銘也噁心 這個國民黨真的要趕快就結束了 這些這一代他們那一代趕快結束了 台灣要不然台灣不會好的 你剛剛講說 這個韓國瑜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等於是當年的黨外人時期 三十年間 以時代翻轉 其實華國瑜是當年的民進黨 因為反對現在執政黨的這個不得的民心 沒有跟政府沒有跟人民共同 應該說 應該說馬健 應該說民進黨現在是越來越國民黨 對啊 民進黨已經全力腐化 只剩這麼多年 國民黨在去年一一二四的時候 讓人家看到說 因為韓國瑜的出現 讓人家覺得說 國民黨是不是要擺脫 擺脫他過去了 你這樣比喻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瑜他基本上他是輕忠的 他跟民進黨是不一樣 民進黨你再怎麼樣 他不會輕忠 那韓國瑜他的問題是怎麼樣 他搞不清楚 因為你像香港那種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人家問他他說 我不知道 我這個要 我特別要回應這一點 你剛剛講這兩點 一他輕忠 二他這個反送忠 他只不過是晚了兩三個小時回應 這個媒體做得好大 我們剛才講不要被媒體去捂弄 不是 他有特別聲明喔 韓國瑜特別花了三個小時來出來聲明這幾點 這是抹 抹紅 還是機關你挑骨頭 就是攻擊他 為什麼 他絕對講得很清楚 他沒有輕忠 他一直講過 這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特別除了戰爭來講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這個要權貴說 說要把權貴打倒 他也沒有說這個送中他反對 我只是 他講的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了解 他說要多了解 其實他就晚了幾個小時再講 不過我不看喔 沒有 我想他到香港去 再去中聯辦 那香港人都 可是民進黨官員多少人去中聯辦了 民進黨沒有嘛 怎麼可能沒有 官員哪裡有去中聯辦 然後郭台銘還說什麼叫他不要去 就講這種話 所以郭台銘我不想講他了 我不想罵到時候 鴻海這個勢力很大誰知道 不過我們以前就講過 韓國瑜現在腹背受敵 前面當然像 像李委員這樣子的 這個典型的民進黨的看法 這個很正常 因為因為他是一個攻擊方 就是他是真正的一個對手 當然在對手上必須要不斷的 去針對他的缺點去攻擊 但是重點是 韓國瑜他的背後也被開槍 這個是他今天碰到最大的一個困難點 說老實話 這個民進黨的 這一次的出選的民調出來以後 我對於 我對於韓國瑜的聲勢 我是有信心的 但對於韓國瑜的民間的支持度 我有信心 但是我對於這個民調 實在沒有信心 也就是說會不會 你是說民進黨的民調嗎 還是說 不管 你看這次民進黨的這種情況出來 我告訴你 李委員 五家座出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這個東西很難說服人 沒有 那是不是說賴清德的這個戲碼 會重新發生在韓國瑜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越來越有可能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今天用對比式的 你今天 蔡英文 賴清德 你拿了兩個假想敵 好 那現在國民黨出來選了 少了一個假想敵 蔡英文是真的 蔡英文是真的 柯文哲不一定啊 柯文哲你如果今天是韓國瑜出來 柯文哲也許就縮回去 對 縮回去 對不對 但是郭台銘出來的話 柯文哲趕快出來 因為他等著作收 等著接收 接收韓家軍的一些部分的票啊 那他綠營這邊他也可以拿 綠營這邊 柯文哲可以拿綠營這邊 其實從那個民進黨裡頭 初選就看得很清楚 你看蔡英文贏賴清德8% 但是呢 整個的這個表態率就少了 那柯文哲在賴清德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多了5% 比跟蔡英文對比的時候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柯文哲 確實是可以 能夠這個兩邊得力的情況 他可以兩邊得力 沒有錯 我想爆料一下 我們講說我們被名嘴 但是我這個爆料 我也怕被get in trouble 但是我這個消息來源是很 很確認 很reliable 鴻海內部的 我知道 我不能講出來 反正是有飯局 跟郭台銘的親子兒一起吃飯 談這個選 他的家人 他的親信 每個人都反對出來選 因為對他鴻海沒有好處 對他的財富沒有好處 對他個人也沒有好處 但他執意要選 他到底是跟誰有了什麼 什麼這個協議 或者是鴻海到底是不是 這個代工做不下去了 他要尋找出路 能不能理由 因為他的家人跟他的親信 都勸他不要選 以這個消息來源 三千年的飯局 跟他的親子 準不準確 消息的來源非常準確 因為他的職位 他在鴻海做了多少年 我很清楚 他是高層中的高層 問題在這裡 連家人跟親信都反對 他為什麼要準確 對 李堅強雄 你怎麼看 就是說郭台銘 而且我們發現就是說 他在這整個初選當中 他對於很多事件的反應 甚至於比民進黨還民進黨 他甚至於連兩個中國 都說出來了 當然他的兩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這跟獨派的台灣 北京也沒有講話 他可以講 這是兩個中國 那北京方面一句話都沒有講 就像剛才馬建說 就算你今天假設說你這個消息是正確 大家都不同意 大家也認為說對於他企業是會有損的 但是他難道不知道嗎 一定有好處的 我倒覺得那個 那個郭台銘出來啊 可能某種原因是受到這個川普 一個商人 突然間跑到這個2016年的美國大選 突然間莫名其妙就選上了 我認為是他 所以你認為他是想出來過個贏 我覺得他是受到他的一個影響 因為他的確在台灣有很大的知名度 對吧 在國際上有很大的知名度 在中美之間也能說得上話 所以至於說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治國的能力 那個他能走多遠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他是受到川普的啟發 川普集團賺了很多錢 他上任總統是三年 他的profit margin 他的川普跳 不過有錢人他有一個優勢 就算他沒有能力 他也可以去請到很多專業的人士 這也是他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 最大的原因 他不可能是他自己一個人 他一定很多專業的研究專業人 既然你這樣講 他那麼有錢 郭台銘 他身邊那麼多國民黨的 所謂的測試在他身邊 他還能搞得這麼難看 就是問題就是這樣 一手喊跑牌打成這樣子 你能相信他能做什麼 不過馬靖 我跟你講 對於郭台銘來講 今天出來選一個花個幾千萬 甚至於花個上億人 對他來說 也不過就是像去Las Vegas 豪賭一下 玩一下而已 但是他玩完以後 他玩完以後後面 對 後面到底是有什麼 包括利息會要回來 這個是大家都要很 他不會想出的 他會一切的方式 那當然我們今天也必須要談一下 就是說台灣這個政局的混亂 我想下個禮拜等到國民黨的 這個出選出來以後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個人對於韓國瑜在民間的支持度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現在很多人批評說 他不斷的造勢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造勢的熱度 始終沒有消退 我覺得這樣 台灣不應該一直在造勢 應該到底你能夠怎麼樣治國 那問題是 問題是沒人要聽啊 對不對 大家不管這個啊 就是說你台灣民眾 台灣的選舉的一個文化 已經變成就是說 你如果像那個 韓國瑜跟柯皮來比 柯皮他已經有做過 四年然後五年的市長 還有一個 韓國瑜剛剛才幾個月而已 這是很多人批評的地方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啊 你柯文哲做了四年 並沒有政績啊 沒有政績 但是起碼 年輕人很多人是認為他是很認真 不過持平而論 就是說像現在的很多的這種反應 我覺得韓國瑜基本上還是太隨性 也就是說 他今天要競選總統大位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幕僚 他身邊沒有人 他身邊沒有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他到美國來這個迷路的事情 看得出來 真的是 一路到現在 就是說他完全都是自己一個人在衝 那這也看得出來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其實 根本就沒有人在幫他 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為什麼要幫他 你想你是國民黨高層 你為什麼要幫他 你出去還沒有出來是誰 而且有郭台銘這個金主在 你怎麼可能嗎 不可能 因為國民黨那些菁英 他是挺郭台銘的 他不挺郭英 我們那天有提到這個陰謀論嗎 說這樣子的話其實 民進黨或是國民黨的佈局 最後韓國瑜是 總統已經贏不到 市長也被做掉 兩頭都沒有 除了一個大關 最重要是說 你2020年選舉 你不只總統選舉 你還有立委選舉啊 那你立委選舉擺明了 你韓國瑜今天代立委 是絕對是可以造得比較好的聲勢啊 郭台銘你到地方去 你怎麼代立委 就算你今天當選的總統 你立委沒有辦法過半 你這個還是跛腳嗎 國民黨在那個 國會佔多數的時候 都做不出事情來 你如果國會都賺不了多數 反正這做下去 大家都倒楣 因為最後就是柯文做錯 那當然 蔡英文也拿一手好敗也是打爛的 當然蔡英文這一次能夠出選 能夠把這個 所謂的台獨金孫打趴 跟這個 正好香港反送中的事件 是有很大的一個 怪怪出很多 有很多人說他撿到牆